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自己所创作的福音专辑 那这专辑当中每一首歌曲都是嘉惠自己的创作 很感谢上帝 那专辑的名称叫做仰望天赋 介绍给各位 为什么今天嘉惠会坐在这里分享呢 其实大家可能看不太出来 嘉惠本身呢是一位视障者 我有天生的弱视 邪视 还有黄斑部病变 所以因为有这么多天生眼睛的问题 所以我的视力非常的弱 就算戴上眼镜 还是只有0.1 对所以我从小呢 当然可以看到的世界就比较模糊 当然在学习上 在生活上 在跟人互动交朋友都会有很多的困难 所以遇到这么多的挫折 基本上我想应该不太会有人会很有自信 所以我从小其实是很自卑的 那再加上嘉惠其实从小就很喜欢唱歌 也很喜欢弹钢琴 就在音乐方面其实还蛮有天分的 可是也因为眼睛的问题 所以呢当我想征选音乐班的时候 然后就被拒绝 对所以我觉得 这个确实在从小到大生长的过程 都会让我觉得 老天爷对我不公平 为什么我的世界是这样 为什么我要过这样的生活 我没有办法跟其他的人一样 这样看电影 我也没有办法 就是自己搭公车 因为常常会看不到公车的号码 这都会让我觉得 生活上有很多的挫折 那特别的是在我国中的时候 其实医生就告诉我 因为我是黄斑部病变 所以我的视力会持续的退化 我没有办法想象 我的世界现在是彩色的 可是有一天 我的世界可能会跟 这样一样的黑暗 我觉得这会让我有恐惧 让我有忧愁 很多时候我会在想的是 如果我真的看不见了 那该怎么办 那我还可以结婚吗 我以后可以找得到工作吗 所以很多时候我是对自己的未来 是很绝望的 我甚至在大学的时候 因为我读的是师大的特教系 那在读这个特教系的过程当中呢 我就曾经想说 如果我有一天真的会成为盲人 那我还不如现在就开始练习 我就学点字 我就开始学手杖 我就开始做任何可能会成为盲人的预备 但是其实我的心里非常的不快乐 因为我觉得这种恐惧 真的让我传不过气来 而且让我什么事情我想做的 可是我都可能因为眼睛的问题做不到 一直到了我18岁19岁 当我进入了教会 那时候我感受到教会是一群很特别的人 他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他们却比家人还要更像家人 而且虽然那个时候刚进去 我还没有成为基督徒 我还没有信主 可是他们就非常的关心我 常常为我祷告 知道我因为眼睛常常掉眼泪 常常一个人躲在厕所里哭 所以他们呢都特地的会去厕所找我 然后陪伴我 为我祷告 陪我说 听我说 我从小到大所经历的这一切 那当我不懂 为什么 为什么上帝要创造我的眼睛 是一个有问题的 为什么上帝要 让这个世界上 有好多的人是身心障碍者 如果这个世界上 每一个人都正常 没有所谓的身心障碍者 没有所谓的残缺 那不是很好吗 所以我就问我的牧者 那当时呢 他就翻开圣经 他翻开圣经 约翰福音九章一到三节 这篇故事是这样子 就是 耶稣带着门徒 看见了一个瞎子 那 门徒就问耶稣说 拉比 这个人他天生就是个盲人 就是个瞎子 是他犯了罪 还是他父母犯了罪 那个时候 其实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觉得好像在讲我 因为从小到大 我们有很多的亲戚 朋友 就是这样子说 我的眼睛不好 是因为可能上辈子 做了坏事 或是我父母犯了罪 这种感觉真的很不好 可是耶稣怎么回答呢 耶稣说 不是这人犯了罪 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 而是要在这个人身上 显出神的作为 当我听到这句话 我的眼泪立刻掉下来 因为那是我第一次 第一次 不是有人定罪我 不是有人告诉我 我做错事 或者是老天爷不要我 而是他说 上帝要在我的身上 显出神的作为 因为上帝爱我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想 哇 真的有一位上帝 他明白我的生命 他知道我 因为我是他创造的 所以那时候 我觉得这个 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 一个观念 也是一份爱 就进到了我的心中 那时候 是我第一次看圣经 我感受到 这一本圣经当中 有浓浓的爱 来爱我 弟兄姐妹的爱 来爱我 让我感受到 是 虽然我眼睛不好 虽然我有很多的困难 但是 因为我的眼睛不好 才能够让我 更明白一个身心障碍者 要走过怎么样的历程 而我现在当了特教老师 我要陪伴许多 身心障碍的学生 如果没有从小到大 我自己走过了 很多的挫折 也许我就没有办法 感同身受 一个身心障碍者 需要经过多少的磨难 我的牧者说 上帝不会让我 白白的受苦 他对我的生命 有那美好的计划 而且 是我在妈妈的肚子里 他创造我的时候 就已经为我预备好 那最美的计划 上帝非常的疼爱我 当我觉知 信主成为基督徒之后 我的生命大大的翻转 因为教会弟兄姐妹的爱 因为家人的爱 让我知道 我可以更勇敢一点 我可以不用很自卑 所以我去做了很多 我想做的事情 特别其中有一件事情 那就是我出了这张专辑 为什么会跟大家分享 这张专辑呢 其实 我觉得上帝非常的疼爱我 就是当我生活很平顺的时候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 上帝就会给我一些歌词和旋律 那我就会把这些歌词旋律 用手机把它录起来 因为其实我 不是很会弹钢琴 也不会弹吉他 那我就把这些歌 录在我的手机里 那当我生活当中 遇到了一些苦难 遇到了一些 我没有办法面对跟解决的事情 而在那个情绪的低潮里时 我就会不经意的 开始哼唱这些歌曲 而这些歌曲 这些旋律 就陪伴我走过了那段低潮 那段流泪谷 仿佛好像上帝已经知道 我要走的这条天路 会遇到什么样子的光景 所以他早已为我预备了粮食 让我在生命中 让我在行路的过程中 都可以有这些粮食 经历这一切的低潮 所以当我从这些流泪谷当中 再次走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这些歌曲不仅安慰了我 而且也陪伴鼓励了 我身边很多的弟兄姐妹 因此我想要把它发成一张福音专辑 希望可以让更多的人 可以受到安慰 那这张专辑其实已经出了一年半 快要两年的时间 在这两年之内 我到了很多的教会 以及到了很多的地方去分享 去传福音 我知道这些歌曲 不仅曾经安慰了我 也安慰了和我同受苦难的弟兄姐妹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美好 非常恩典的事情 感谢主 让我可以有机会服侍神 让我的生命 因为有上帝的爱 因为有弟兄姐妹的爱 让我知道 我不是一个 因为眼睛不好 所以没有价值的人 而是上帝 要在我的生命当中 显出神的作为 那也请弟兄姐妹 为我带导的事情是 因为我的家人还没有信主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 我的家人可以信靠耶稣 就像我的生命一样 因为我自己是这样走过来 我知道如果眼睛不好 其实不是只有我吃苦 是整个家都吃苦 整个家都在自卑当中 所以我这这么多年来 因为神的爱 让我可以改变 我也很希望我的家人都可以信主 那当然还有一个部分 就是因为我现在开始有在服务一些山区的原住民 对那我看见很多山区原住民的一些弟兄姐妹 因为贫穷 所以可能很多教会 甚至是连传道人都请不起的 或者是一个传道人 他可能要兼顾两间教会 薪水还一个月只有五千块而已 所以其实真的非常的辛苦 对那我觉得这个部分 其实是我们弟兄姐妹 可以一起来为台湾 为这块土地 为所有信主的弟兄姐妹来带导 希望可以有更多的人听见福音 也有更多已经信靠神的弟兄姐妹 可以有持续的喂养和教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